其實我以前有想過要養拉布拉島 大家都說他們很乖、很聽智力 但拍完之後我覺得我不可以養你足夠 你會覺得是比有需要的人多一點 如果我養了就變成寵物,又是另一件事 所以相對來說,其實應該是挺有需要的 我也不太建議大家當作是 或者看一部電影之後覺得很乖、很可愛、很喜歡 然後大家一窩蜂去養這些狗 首先要想清楚你養一隻狗的作用是什麼 都要想清楚 還有你不要當作是太過當作是會令你開心的一個玩具 它是有心靈的嘛 所以真的要養這些狗都要考慮清楚 因為我家裡我養了很多隻狗 都看過很多隻狗離世 我覺得牠們帶回家的時候,牠們看著你的表情 是覺得你是牠的家人,不是牠的媽媽來的 所以那一剎呢,如果你不是真的覺得很想養的 我覺得真的不用想去承認這件事 又好像剛剛安仔說了 這個責任是你要知道是對中部的 既然我們養了,就無論什麼情況之下都會養 因為我那時候,最近我養了兩隻狗的時候 我之後才大肚子 大肚子的時候,我當然一樣 會有很多人說,你大肚子小心點,不要養狗 會不會髒,會怎樣 但是我那時候也解釋給大家聽 如果大家擔心那些東西,我會小心了很多 但我真的一定要 我老公也很支持 後來,因為我一直都養 就變成了小孩子和狗養在一起 我覺得其實對小孩是一個好的 好的負責,還有一個好像學習階段 剛才我自己說,到了那隻狗 真的,牠說的那點很好 要讓小朋友知道,其實狗是一個神 但是你也會擔心 等一下,幫我多留下 好朋友,大家可以忍不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